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数字是否真是最诚实 有哪些数据可以反映得到最确切的经济情况 Grad,我们经常都说 飞龙这个数字非同小可 出来有什么差池 或者跟预期差很远 对市的震荡也挺大 其实美国的飞龙数据有很多投资者 甚至是炒家都会等的一个数据 首先说一下飞龙的数据是什么东西 其实类似你当是一个失业率 但失业率涵盖非常阔 大家想知道可能有些偏见 或者排除一些偏见实质的就业情况 所以有飞龙的数据去看清楚 飞龙数据顾名思义就是排除农业就业的情况 因为农业的情况是比较有季节性的 突然间有刊跪 突然间要种 就不能够反映商业或者经济上 真正招聘活动的发展 亦都可能排除了一些政府招聘 譬如突然间政府聘请了10万人 不计数 因为不是一个真正反映经济指标 亦都不计算家庭里面的帮手 即是一些帮助者 即是我们不计算数 所以就能够真正反映经济的发展 这个数据通常都是一个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在飞龙公布的时候 其实失业率也会公布 连同这个participation rate也会公布 所以同一个星期五 你就可以比较上涵盖了不同的情况 对美国的发展 所以被誉为同步指标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那个范围大概 你预计飞龙的数据 都是说是10万 10几万 20万 很极端的情况下 是试过几次去到几万 有什么启示呢 飞龙数据 当然是一个就业的数据 越多代表越好 越少代表越差 大家留意 如果每个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飞龙数据是比较小 比如我们刚才试过六万多 八万多 其实是挺失预算的 因为大家没有遇到 只有五个位数字 当时大家会炒美国经济 比较上走弱 资金可能离开美国 令美元的走势 可能是即时有下跌趋势的 如果炒一班炒家 炒鬼会怎么算呢 美元一走弱 其实全世界资金都知道 欧楼会升 黄金会升 当时的日元可能会走强 变上股市 譬如华尔街 这些S&P 亦都会下跌 所以都很适合长线短线的部署 都需要知道飞龙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除了值得期待之外 作为一个投资者 更加要知道背后有什么意思 你现在看的是智库财经的YouTube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 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住都要支持一下